朋友们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座城市了 本来计划是今天去武威的 昨天都打了电话还好好的 是能够过去的 结果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全民核酸了 然后再打电话 就每一方的说法都又不一样了 感觉是又走不了了 我们又怕出现像柯拉玛一那种情况 就出了城再又回不来了 所以说准备在这边多滞留几天 走不了到这边来骑下车吧 结果到公园门口就被拦住了 这边公园也封了 不允许进去 我在这几天酒店非常的给力 一天才50多块钱 还包含了早餐 下午还送了零食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赚钱的 反正口罩期间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困难 无论进去就在外面飞一下无人机 正好我们之前的视频缺点素材 就在这门口飞了 这公园门口环境也挺好的 来看一下绿化非常的不错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出门旅行 应该注意些什么 怎么才能够防止出现我们之前出现的那种流落街头 不能够进城 也不能够住酒店的情况 如果你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的话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咨询当地的防疫政策 一定要先打电话咨询 而且要问清楚 必须要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才能够过去 如果说那种模棱两可的 他说他也不知道或者他也不是很清楚 没办法肯定的回答的话 那就千万不要过去 因为如果说你过去了 有可能就会出现那种出了城再也回不了城的情况 而且要问清楚需不需要向社区包备 像我们之前从上一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的话 很多地方都是要求你到社区包备的 就是在手机上面有一个小程序 你点进去了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信息输进去 可能就是几分钟一个小时 他就包备通过了 当然社区包备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核酸证明 每个城市的要求不一样 有些是48小时核酸 有些是72小时核酸 只要你在它规定范围里面通过了核酸报告的 基本上包备都能通过 反正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谨慎 一定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 要打电话 把所有的问题都问清楚了之后再出行 像上次我们就是疏忽大意了 出来之前没有把这些东西思考清楚 结果就流落街头5天了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应对突发事件 一定要在车上备好足够的零食和方便面方便饭 最好3天5天 以防不时之需 因为很多时候真的说不清楚 比如说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个情况 昨天还好好的 结果今天早上一下就全面核酸了 好在这座城市非常的友善 物价也不高 酒店的住宿也降了 才50多块钱一天 我们暂时还能够承受 而且张叶这座城市本来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城市 多待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甘州府城 这是一个防古建筑群 准备骑着我的小兰进去逛一逛 甘泉书院正好适合我这种文化人 你什么文化人的你的语文高考78你忘了 你说什么 这个书院可以古香古色的 那前面还有一对新人在那里拍结婚照了 哦这里是甘州区的美术馆 门开着进去看一下 哦不能进去吗 是疫情的原因吗 哦他不让进因为疫情的原因 那就算了现在哪都不让进 美术馆不让进公园也不让进 我们现在来到了卢树湾生态区 是三个大湖组成的湿地 这里有两百多种植物组团 是植物的大官员 张叶的湿地公园非常的多 有人说公园有什么好玩的 开始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但是如果一个公园 骑自行车四个小时都走不出去 你就知道它有多大多好玩呢 没事吧